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午夜的广场哲学有计聊 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 又来到我们这个哲学家系列的时间了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在香港从事哲学工作的人 他的学习历程和他对于研究有什么看法 让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香港的哲学 今天就很荣幸请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但是介绍他之前就介绍了大家都常见的 听量级的那些 对了 又不要这么说 我的主持白档是Woger 大师兄 今天就请到我们经常都见到的 超级大师兄 超级大师兄 陶葛璋先生 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之外的客席助理教授 今天就请了他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我知道涂先生首先想否定一下自己 不是一个香港残家 个个都是这样 个个都是这样 起手识来的 又不是否定的 最少我前半生不是 还有后半生还有可能性的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智学家这个名字有些地方是相確的 就是你们先改这个名字 因为智学家通常是纪念死了的人 就是说死了之后 这个人不错 那就叫做智学家 OK 如果未死的那些 我们叫做智学工作者 这个要证明一下 还在工作着 是呀 工作的 跟一些性工作者 是工作的方式不同 但是都是一个工作人员 陶生真是很幽默 不是 所以陶生自视为一个智学的工作者 但是我们不如正式开始 问问陶生 为何从事智学工作 或者为何会喜欢智学的 为什麽 想了很久 其实都不想到很确定的答案 但是第一个可能是比较明显一点的外缘因素 是我身体是比较差一点的 很小的时候几岁就开始有肾炎 那些变了就没想过生命会很长久 生命的一种想摧颤一点 有感觉都没想的时候 就突然想起不如读智学 希望短时间内解决自己的生死问题 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说读智学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些实际的需要 或者一些困扰而去读 可能有些人是因为对人生的不如意 或者对人生的意义问题 陶生可能就是自小因为自己的病患 但是我想问一下陶生 你读了智学了 你觉得有没有帮到你 没有啊 我最差的身体的时候 就是在写《庄子》一本《齐物论》 我以为庄子应该大概是鸟生死吧 很努力地注释 搞了大论 写完之后就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 但是发觉写完之后 和做手术之间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觉悟 都是怕死的 但是到最后回来之后 再试过再试后 发觉这个我们太过急功近利 以后就是直接可以解决你的生死问题 意义问题 甚至是爱情问题 其实我以这个年纪告诉大家 其实是误会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有说服你我应该说 是啊是啊 我们还有迷思 杜生你没有这么说 你倒我们迷啊 哈哈哈哈 那怎么办啊以后 不是的 智学可能有一种比较有趣的地方 它始终是跟一些叫做永恒的问题 或者普遍性的问题 什么人性 什么叫永恒 有没有神存在 灵魂这些问题 有关系的 我想思考过这些问题之后 会对 为什么 港异的生活来说 是有些触动的 嗯 但是我想问一下 我想有些观众一看到这里 就会立刻问 那你既然说没用 那到底做什么呢 例如你提到有些触动 那种触动是带到什么给我们呢 确实地 哦 那个没用的意思是一个很高境界的 可能是不会的 无用之用 是无用之用 那个庄子 讲一个木匠和他的徒弟 去到一棵树 那棵树叫书 那棵树觉得这棵树没用了 于是叫老师走 但是老师其实说 这棵树虽然没用 拳曲涌种啊 或者扭来扭去的嘛 但是因为这样 他没有人肯罚他 就可以养于天然 那这个是智学里面无用之用 不过呢 讲开这些故事 智学有时很多故事的有趣 接着第二次呢 应该不记得什么篇 那些学生跟了庄子 去一个地方作客 怎知那个地方的主人就不够送 没有用 于是找个同志呢 就去厚欄 问一下他有什么宋可以加 结果都找到一只鹅 就是鹅呢 平时都是傻子的 有些鹅呢 就会吃生蛋的 但是这个鹅没用 于是同志回来问主人 那主人说 就剃掉了 到翌日之后呢 那些庄子的学生呢 就开始挑战了庄子 你以前说那棵树没有用的 可以养以天然 但是为什么这种 我没有用被人剃掉 那庄子的治学呢 就好像我们的治学家 或者治学工作者 这种方式 就懂得保飞的 就是说我们要财与不财之间 一方面呢 我们有很多不同领域的知识的涉双 你读治学的人 通常都比较广阔一些 但是另一方面呢 本身就自居于没有一个特定的运用 这个无用可能是一种道家的智慧 我想那个说法就是 所谓的用就是我们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很多时候 到我们真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固死了 我只是用了这些知识 可能我们可以将那种治学的思考 应用到不同方面 例如可能对于面对人生 解决一些问题 我们可能遇到一些时事问题 我们可以尝试用那种治学思考 尝试去批判 不会那么容易相信权威 然后可能是这种所谓不固定的作用 就是一种大用 我想陶先生可能的意思大概 前进步了很多 不好意思 能够有少少事情发生 其实老子的知识 以前有一章好像是第十四章 没有记错 好像不是十四章 我自我怀疑 三十幅共一谷 当期无有居之用 言直以为气 当期无有气之用 大概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做一个车轮的时候 中间是中空的 在横柱那样 可以避震 因此车反而好一些 因为中空 而言直就是堆一些泥土 陶土要做一个器皿 做这个器皿的时候 本身就是中空 所以可以阳制 美酒 盛載其他东西 于是 有之为利 无之为用 即是知识 其实要讲得客气一点 就是无用之用 讲得不客气一点 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妙用 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说了这么久 陶先生 会不会这些读完知识 我知道可能给了很多的启发 或者很多的触动 会不会可以带到你自己的人生里面 会不会其实帮到你面对到某些困难 或者可能可以处理到一些实际的问题 是啊 我想是 怎么说呢 他就不是说一了百了的处理 就是不是说 你读了庄子 或者读了瑜伽 或者读了西方的黑格义 你知道什么叫辩证法之后 就好像将所有的问题解决 可能不是这样 他是一种 我比较喜欢 他一般用一个比较美学的名字 叫做《抹去从来》 《抹去从来》 本来是一个画家画素描的时候 看不到出来 画素描我们通用圆筆 在素描的时候 画了一个形态出来 一次通常未必能够描述到 画家的所谓的预期 他就会抹去 用刷枝紙插了它 再画过 再插过 如是这经过十几片之后 很可能就有一种很特别的效果 就叫做痕跡叠痕跡 如果眼的圈特别深的 或者是某道颈的线条特别好的 这个我引伸成为 所谓的智学的实用 就是它不像科学那样 解决了一些具体的问题 以及进步了这么简单 而是在这个学习过程里面 每一次的经验 每一次学一些不同的理论的时候 抹去以前的方式 但它是剩下的 我认为那些剩下的 很可能是我们个人的性情 有些人喜欢比较理智一点 重视邏輯紧臭一点 有些比较重视文学情才一点 所以这种不同的形态下 剩下了 变成了你自己的哲学的方式 这个就是哲学 它作造你自己的思维的方式 并且对你来说 你越来越明白自己多一点 我画画不是这样的 我是一错再错的 就是我不会去的 我画错了就继续画下去 那就随便画画一下 可能会画得正硬 不过我明白 我猜图沙的意思会不会是 我们读之后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我们开始读 初头什么都不懂 一读的时候好像懂得一点 再读多些 发觉原来之前不是真的懂 那你就抹 可能有时就是 你对某些课题有兴趣 开始以为 然后读到原来没什么 又没什么想法 对某些学派以为很喜欢 读到我发觉不是 但是你一直改变 但是你不只是 纯粹由一个阶段 变到另一个阶段 一个想法变另一个想法 而是慢慢在这个摸索的过程里面 不断试试 你会有一些东西突显了出来 那个就反映了 其实可能你本人 当然你都会受你看到的影响 但有些可能每个人 都总有一些皮性上的不同 因为他未读之前 已经是在某种社会 某种环境生长 有种想法面对某些问题 那些东西会成为他去理解 其他东西是一个很核心的元素 但那东西是不清晰的 但是慢慢读的时候 虽然好像一些理论 一些概念 名相你抹了 但是有些是留在那里的 那样东西你慢慢 其实就透过 有一个越来越清楚的方向 去知道现在我大概读 什么是对的 然后你可能抹的东西就少一点 又或者甚至慢慢 不只是拿回来就抹 而是它变成你自己的一些东西 一个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想我们经常说 我认识你自己 但刚刚陶先生的说法就是 其实认识的意思 可能再准确一点说 其实是塑造你自己 透过我们不断的阅读 然后其实我们从事 在塑造自己的那种性格 那种看世界的方式 而所以不断抹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读了很多理论 有时候又会更正 这样看好像有些问题 我们又再读过一些新的 然后我自己有这种经验 就是当读了越来越多不同的东西 看同一样东西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可以再看到 以前来读一些小说 看某些电影 以前是这样看的 读完新的理论 原来可以看到其他东西 你会发现你看到那个世界 好像开阔了 然后当你不断 刚刚所谓的那种抹去重来 其实你认识那个世界 可能会看到不同的面向 所以陶先生就说 其实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应用 人生有什么特别的事 但是一个整体上 看整个世界的方式不同了 可能这就是读哲学的那种啟发 带给你那种得着 是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 你未必需要成为哲学系的一个学生 但你一生之中读一次哲学 总是没有吃底的 但是读多过一次就可能会吃底 读一次就多数没有吃底 两次就可能会吃底 所以他经常说要听清楚陶先生的说话 就是很睿智 跟你说一次就一次 背后有延期 不要说两次 是的 我想这一节我们就很整体一般地说了 其实读哲学可能带到什么得罪给大家 然后我们下一节可能我们回来 就继续可以说一下陶先生 在这个学生历程当中 其实还有什么看法呢 很多有趣的故事 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令他会投入哲学的事业 我们下节再见 欢迎回来第二节哲学有计计 我们继续和陶先生谈谈他的学生历程 刚刚陶先生说最近看了一部新的戏 很受啟发 他觉得可以用来讲读哲学这个历程 其实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部戏是什么戏 陶先生看起来很厉害 还要自己剪片来教学 你觉得一定要提一提 这些是犯法的 没关系 而是那部戏应该还未正式上演 叫做《No Mad Land》 M-A-D 什么意思呢? 原来他不是说疯狂 而是叫做无依之地 是一个中国籍的 是美国长大的一个女性 郑昭婷 赵婷 赵婷拍的 那部戏不怕剧透的 因为他其实是没有剧情的 所以不会剧情的 但是我想说 突然间你来的时候 我想起一个 我们读哲学的方法 甚至是教学的一个方法 因为我们始终都是资学工作者 不是哲学家 那要怎样教学呢? 其中一个方式里面就是 我们将近期看电影小说等等的东西 立刻apply是讲一些永恒的东西 例如《我是谁》 《灵魂》这些问题里面 你用一套电影刚刚上演的 可以重新我们 否则我们永远陪回以前的笔记 power point 就可以了 那部戏特别的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 女主角后方便 有一幕我估计是因为我读哲学才明白的 就是她拿着一件牛仔衫上下 然后抱着它 大家我就意识到这个段贝山了 明白吗? 就是这些幕里面 因为她丈夫死了 代表了一种感情 那大家到时候有机会看看 再进一步 整部戏里面 所以没有剧情 就大概意思 因为美国大概20几年的时候 开始很多工业上开始倒闭 在一个石膏厂里面倒闭 一个高级的或者是一个职员 一个类职员 它自己就需要解散 并且就开始要找工 但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驾驶了那些叫做RV 就是那些旅游 休戏车 自己到处去 第一份工作里面就走了去 这个亚马逊里面 有一个很平静的地方 大家去一个很庞大的工厂 再接着呢 如果做两个月之后呢 他们就辞工了 就跟着駕駛车 然后晚上就在一些营地 那些旅游车的营地里面 大家谈心事啊等等的东西 大概差不多了 他就拍了 我觉得说他那种是内华达州 是一个比较荒谬的地方 是不断流浪 但是他的妹妹非常好的 一直想他回家住 家里也可以有地方给他住 但是他为什么流浪呢 初步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像很伤感的问题 就是好像一个人无家可归 但是其实拍到中段以后 你明白他是很欣赏或者享受这种生活 晚上可以看看是姓姓 可以跟不同的人聊天 每个人聊天方面都没有利益牵延 到需要生活的时候 就去这些亚马逊里面打工 那样就整个车兜来兜去 他在细节里面描写得很生活性 很小的一个空间 他里面换衣服啊 里面煲饭食啊 好像很闷那样 但是你看下去呢 我发觉是很有自学感 就是说我们自学的人呢 就是在这个真理的一个方向里面 不断在那里游历 有时停在这里 有时与一些读分析之后的人 你拗轮 有些是对宗教之后有兴趣的人 又拗轮 那在过程里面呢 大家拆身而过 因为我们始终走自己的路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呢 我慢慢看到他不是描述 那个女主角的落幕或者寂寞 而反而是一种人 他说我很不喜欢有一个瓦顶 遮住我晚上睡觉 很难接受 那我理解到就好像 我们不是很想有一种固定的体制啊 或者甚至是真理观啊 在我们头顶上加分着他们 那我们追求一种思想上的自由 那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读自学的时候 当看这些文学作品啊 或者这些伟大的电影呢 有时那种深层里面的共鸣呢 可能是跟其他的学科有点不同 我也觉得是 因为我也有一群朋友 他们搞文学的 他们搞一些读书 基本上他们看过那些 经常说的那些人名 作家的名字 我都不懂的 就是看好篇、拉美 那我还没看过 那他们说是看的 不如搞得我读书了就看 但我发觉也挺有趣的 因为我虽然没看过 但我也懂得看书的 我发觉我说的东西 就是跟他说的东西又不是很同 就是可能 这些其实好像跟马克思 说某些东西有关 当然有时是乱吹 因为所有东西都跟离彩有关 跟着某些东西说的 你解释什么都放在离彩内 一定是对的 但有时又真的是的 我觉得 一方面可能有些作家 本身就是他本身也有过字学 尤其是欧洲那些 他写东西很多时候很有意识 譬如写某些社会议题 他很难去回避 就算他不一定是支持马克思 可能都会去攻击批评他 他总有一些这样的理论 就算不是马克思 所以读过哲学去读这些 我觉得特别有趣味 所以我都经常说 由拜年开始说的 就是人们问你读哲学有什么用 是没有用的 就是没有用的意思是 他不会令你发达 不过会令你穷得开心一点 第一,你不要介意自己穷 甚至有些好像字母 第二就是你发觉读了哲学后 看电影、看书、看小说、看漫画 开心很多 你都是付那么多钱 但是你可以回看 看到很多深一点的内容 是很有满足感的 所以这个挺好的 还有我觉得陶先生刚刚说的那种 那种好像独自学在荒幕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也挺有这种同感 因为我想起通常是美国的公路电影 通常是整天拍着很长很长的公路 然后车在那里驾驶 然后好像没有尽头 然后周围很荒幕 然后这种很多时候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好像很漂泊 很不定 而我想陶先生就是想掌握这种感受 然后来讲独自学 因为我想我们的训练都是 就是独自学很多时候追求真理 但是你怎样知道那个是否真的真理 你要读很多东西 你要走过很多不同的 冤枉路 是的 冤枉路 是必须的 不冤枉的 或者未必是冤枉路 就是你要经历过很多的训练 然后你读了某些东西 你又发现好像不够 又再读其他东西 你读读可能你很迷失 因为你都不知道 我们之前都说过 最惨的就是之后 会继续有得咬下去 否则就完结了 甚至一开始就是 你打算去某个地方 然后你的途中 不单止去不了那个地方 是你发现原来 那个不是你要去的地方 是的 然后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那是周围乱地去 你唯一知道就是你去错的地方 是的 没错 你原本想去A 怎料我来了B 然后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是B 然后最终也不知道A在哪里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走了很多冤枉路 然后学了很多一套 你判断不了哪一套才对 在某一个问题上 你只知道有这几套 我想那种不定 还有有一种孤独感 我觉得 我想陶先生想说的 而我知道陶先生都经常说这一件事 是的 这个年轻他才经常说这一件事 所以你们因为比较年轻 那个阶段里面是比较 就会多这种这样的漂泊感 但是用刚才的方式来说 就是用凯德格 不如用一本书名叫林中路 我几喜欢这样的名字 意思是树林中的一些小路 在德国的黑森林里面 我也有一次旅行过 是真的很庞大的 那里面有很多小字路 描写那些人就在秋天或者周末去旅行 那里面有很多风光 于是大家很满意 人生里面充满了很多东西 但是到这一刻的时候 有些人走着迷路 迷路的时候他就害怕了 唯有找一些色路的那些潮夫 或者大陆人的方面 快快快带带他出去旅程 我认为这个暗示少少信宗教 我们不是否定信宗教的 我们做事我们是否定的 但是我表达上来就不否定的 信宗教一定要客气 因为我们已经很招职了 已经很客厌了 用这个方式下就是 宗教可能在中途思维 就是我们未走完一条路 那凯德格有一个意象挺好的 路中里面其实有很多路标 这个路标是被途人告诉你 前面可能有急流 或者前面有一个风景区 那这些路标是我们以前的 前人的思想家 所以回答阿全的内心上的漂泊感 我觉得始终我们有很多前人在 他们不是说灌输你这条路一定对 但是他给了一个路标 告诉你前面有某些危险 某些东西有点阻滞 但是里面可能有风光明媚 那你跟着路标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原来我们都不是想象中那么孤独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甚至你感觉到有一种很贯穿时间的感觉 我自己喜欢这么说 就是好像古代的人跟你自己 心心相扬 心心相扬 好 我也想说两句 那个冤枉路挺有趣的 我们一定会走很多冤枉路 你开始读了很多 后来你发觉不值得读的 有些真的是这样的 但是当你想清楚的时候 你会发觉那些路都不冤枉 因为如果你不走过那条路 你去不到今天这条路 你发现到那条路是冤枉 都是一个发现 这是第一点 对自己来说 走过的每一步 我觉得可能那一刻你觉得很差 其实它对你会有些帮助 如果你能够找到那些用处 你找不到就是 说回庄子卫斯 就是你没有用 你绝于用大就没办法 第二就是 即使你走的整条路 可能都不是那么好 但其实它不是一条冤枉路 因为对其他人 可能它是一个路标 用刚才的说法 甚至就是你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跟很多古人 所谓神交古人 知道原来你想的东西 原来我都想过 等着你开心 我跟拜登差不多 甚至你可以学习他那一套 看世界的方式 对于这个真理的探索 然后你会觉得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好像站在巨人肩膊上 但是我想再追问涂山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我想这个是你对于 学哲学的历程的看法 但会不会其实这个所谓的漂泊感 其实也是我们人生存在的实况 我们做人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漂泊 这个不止只是独自学 其实我们本身做人就是 本来就是 你不要想着有很多的医磅 还有很多的人可以给你依靠 其实没有的 这条路都是你自己一个人走 这个就是我们的存在实况 会不会是这样 我30岁的时候觉得是这样 到某个阶段 现在60多岁 我发觉又不是完全是这样 有不止是一个片段 一个影像 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试试这样 我是受庄子的说话 几触动 未必是啟发 其一二一 其不一二一 其一亿与天为徒 其不一亿与人为徒 然后就是天人不相应 为之真人 大概的意思里面就是 我们与天为徒 可能读学的人有一种理想 追求真善美 这是一个很沽高的东西来的 有这种过程里面 你就与天为徒 但是其不一 不一是我们现实世界里面 往往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协调的 现实里面 生活上的一些东西 于是变成 其不一 但是就只希望我们都与人为徒 就是能够与人作为结伴 到天人不相信 互相不超越对方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人一种修养来的 是的 因为时间都差不多 我们与电视机观众为徒 来到差不多 今天没办法说 以监制为徒 但是我想 因为挺有趣的 就是可能陶先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然后他可能是一个人有不同的学师阶段 然后可能你以前会这样想 但其实你去到这一刻 你未必会这样想 所以其实这个经历都是有意思的 我们读书不是只读死某一个阶段 去到只是某一点 我想我们下一节回来 就继续跟观众为徒 继续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到底陶先生之后还有什么的学师历程 还有什么的啟发 我们下一节再见 第三节资学有解谈 刚刚陶先生其实就说到 如何与人为徒与天为徒 其实陶先生就没说完 我们就交个时间给他继续讲一下 好啊 庄子的想法里面就是说 人很多时候追求理想 比较深层的生活模式 往往就叫做与天迷途 例如宗教家那样 可能离群众 要在深山里面修炼 这都叫与天迷途 就是以天作为他的同伴 或者是理想同伴 但是庄子忽然间说这句话 我当时有一种 觉得不是很纯似庄子 庄子这个人不是很飘逸的 他说与人为徒 与人为徒 我后来的想法就是 因为读治学的人 始终会容易走向偏僻一些 甚至容易感觉有种落幕感 就是有些少少这样的情调 就是你不扮些少少忧屈 不像读治学的 就是一定要是没什么笑容 所以我们的治学是走廊 最奇怪的地方 先生经过是没有人打招呼的 因为我们这样才是治学系的 原来不是 中文是不是 要要说陈先生什么什么 要曲弄很可爱的 这些是我们治学系的一种习性 但没所谓的 成为一个习惯就算了 但是意思是与人为徒 就是因为读治学有一种 因为追求理论的人 或者追求一些知识性的人的过程里面 就看到一般没什么知识的人 甚至是特别是言不及议的人 甚至是一些人 讲话本身他不太有条理的时候 你就好像不太想跟他讲的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自我惩罚 就是本身你慢慢就少了一些朋友 所以读治学的时候 我发觉少了很多以前的朋友 所以刚才阿全讲的 这个三十很重要 三十走到孤独的漂泊之后 你慢慢原来 思考问题有时可以用另一种方式 就是人家错的未必一定是 就是逻辑上错的 或者不是很一致的话 甚至在类比上不是太恰当的 未必很影响他那个人的生活修养 于是来说我在这个阶段又认识了很多不同 读治学的人 特别是一些搞艺术啊文学啊这样 那早期的方面 我先跟随毛先生他们先 就是唐军艺先生上的那些课 甚至是盧思江先生 几位都是这些大士级的人 那种方式里面你觉得 读治学应该模仿他们 但到某阶段呢 发觉这个模仿或者跟随呢 是太辛苦了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智慧 他就自然会爆出来 但如果你跟着他 你数一数 盧思江先生的全集大概都不知道 十五本 是吧 我写了写了就只有三本 就发觉你就很害怕了 我都差不多了 于是来说 就是这种模仿智学家 或者一些叫大师 是不是挺可行的 于是我们又走回头 就不是走回刚才那种漂泊的流浪 用那种方式不断搜索 反而试一下 不要纯粹是听别人的表达的内容 而是学习他们那种思维的模式 好像这个午夜广场 我很多都喜欢听的 没提的就没听了 科学那些 我觉得非常有很多知识 文学方面 李小华 邓小华 邓小华 我觉得他又做得很好的 那种方式里面 他的思路很不同 他讲临直 讲其他东西跟我们很不同 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 我们都说完了 但原来山是有山 人是有人的 这个就是与人为徒 意思就是不是说通俗化 而是发觉我们真的有很多欠缺 所以有时哲学人好像很离世独立 但其实很多时只不过我们的眼光蒙蔽了 看不到其他人的好处 所以既不能够太独立 都要独立的 但又不能够离开世界太多 这个我想是你自己亲身的体会 在学习历程中 刚刚你又提起一些老师 其实对你有这些啟发 就是你说要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 会否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在你学习的过程中 这些老师可能能啟发到你什么呢 有什么趣闻呢 有时不是想去之中直接啟发的 我发觉每个老师有些特点的 就是卢斯江先生的模式 就是很清晰的 他上课方面自得其乐的 他不是很见到其他学生的 就是摇头摆脑一边一边讲一边笑 但有时我们不太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晰 我觉得他有一些地方 在做一些论证是很好的 很大贡献 包括对良知 对瑜伽 某些论点 我觉得比新瑜伽更精彩 那谋生的方式里面有种 就是他在一种很慢热的方式 就是你听个人好像预备出来表演 坐在那里整个十五分钟不出声 冬演的 是剧场表演方式 他在想事情 他一是那时候才避课 大概就想了十五分钟 然后吃饼干 然后黑饼干碎 但我发觉这些挺有味道的 原来他的风格 因为他不算时间上课下课 唐先生我就想得不太多 唐先生真的很激情 你感觉都是一个 他用生命去希望你读哲学的方式 你唯有写命陪君子 都尽量读一读 他那些话你听不听到呢 譬如刘先生在山东很难听 我出了名 我听到那些绿音 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觉得钱穆先生最难听 钱穆先生最难听 我还是要看 唐先生也不是很容易听 反正刘先生可能是习惯我听了最久 这是一个比较古怪的机缘 我读哲学很讲所谓独立思考 但我因为很奇怪的资源里面 就是大学8月之后 大学之前 关子敏教授介绍我去生研究所听课 我大学二年班 但是接着 听了17、18年 竟然没有停 我觉得我的毅力也挺好 虽然智力上还要试一下 下半生日有没有机会做资源家 但问题就是 那种坚持有一样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想我自己是一种 叫怀疑主义式的形态 就是普遍是这样的 这个是健康的 我以这一年纪告诉大家 怀疑主义对读哲学人是健康的 但是你就会辛苦 一个人跟随 另一个人读了17、18年之后 他每件事有些重复讲 康德可能说了五、六次 你十几年 佛学讲了四、五年 累积之后 我发觉有一个 有趣的学习过程 就是我刚才讲的 没有去重来 原来同一个老师他讲 他竟然是 这么多年的内容 当然主内容是相同的 宋明理学讲了五年 就是重复讲几次 我听了五次 但每次讲是不同的 我这个我觉得是值得思考 触动我 原来同一个内容里面 你只要有一种 我们叫做 港业的生命感 他会接近一些现实的生活 当时的政治环境 然后再回去说 宋明理学的时候 就真的有一种温固之身 或者有一种很特别的生命感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 其实啟发了你成为了一个 怎么样的形态的哲学人 因为刚刚陶先生 其实在镜头以外 跟我们提过 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分析型的哲学人 可能会不会就是这些学师历程 令你变成了你刚刚所谓的综合型 你自己说的 是的 我说的贊成 所以我变成了 我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你 没有公开过 你不用整个麻烦 我不要数 我数过自己开的课 就是如何开课 例如宋明理学 又或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新人知识事 我闹闹闹闹闹 已经开了三十多门课 当我发觉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一元五吃 一个课可以开了五个课 这就是综合性的特点 这个我也是 你也是这样 我开了很多课 似到不辜 这是一个独自学人的特点 所以我们容易不要听这叫银食 实际上就是生存的技巧 我们随时开了很多课 西藏之后 我们截了一段 只是说柏拉图和阿里斯多德 古希联的伟大智人 这么一段 拉长就说 如果说希联之后 死就讲他一讲 明白吗 用这个方式 阿全可以 将来可以在一个谋生的技巧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说分析型和综合型的分别在哪 刚刚我听到你说 在一些老师身上学到 如何抹去从来 原来他读书是可以讲同一门课 但总是可以讲到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可能令到利益会不会在这里有一些启发呢 我都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哲学人 我报一句 那个生命感 刚才你提到 会不会意思就是 就算同一个老师 即如果他是一些厉害的思想家 他教同一门课就算 他不是纯粹应付 大家同学有东西要学 反正连年都不同人的 我没必要连年都说不同的东西 对不对 但可能他不是特意要想的 而是说他的学问是随着他的阅力 有所增进 所以就像生命一样 有成长 所以就算我讲同一样 我去了第二年 我已经有些不同的经历 多了一年 至少我教多了一年 然后我过了一年人 发生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于是我再就算讲课题 都是那些 好像死了的 是吧 宋明理学那些人 那些书都写定了 但我再读的时候 我会读到不同的 于是我教的时候 又会体现出来 在这里有一种生命感 甚至可以回应一些人生实际的情况 而我想生命感的意思是这样 可以处理到我们人生的问题 或者一些社会的问题 而我想也是在这个位置 你会说是生命感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位置 能啟發到你 令到你都变成了一个 综合型 都可能都某意义底下 很强调生命感的一个老师呢 刚才那个理解有些不同 Roger和阿全 我意思是他就不是说 需要有一些温固滋身 或者将一些新的能量加进去 而是他即使是 当是谋中三声 说纯粹理性批判 又是跟着那个章节 这样跟着说 逐句逐句说 但是在讲过程里面 我发觉是不同的 就是说有时 举个例子的技术 就是有时从现象物折身讲起 有时是讲时空直觉讲起 一些很专门的问题 但是意思是 就是次序不同了之后 发觉有一个新的面目 就是其实那个碟菜 都是那些物料 都是牛肉 菠萝 鳳梨之类的 但是问题就是 在炒炒下的时候 他不同的方式里面 把蚊子炒什么的 感觉很不同 这个可能我自己有一个 行运的机缘就是 很长时间跟着一个老师 当然我自己不是完全赞成 是我的老师的想法 所以我常常说 我不是很能够claim自己是新愚家 每次都要解释无论 但是有一个意义的地方就是 在这种叫做比较欣赏的角度里面 而不是说哪个对错 而你会哪个高低的时候 你发觉那种推陈出身 是很高的功力力 他自己都对自己来说 因为你说换了不同的学生 但是换了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都想用另一个方式 讲同一个问题 这个是很好的 令到我们所谓连结 有一种四通八达 千门万户 这个我觉得是唐先生 其中提到我的时候 他说永远是千门万户 互相贯通的一个真理的详维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进步 因为当你读到一些新的 其实你比以前走远了 走得多了 你才能读到新的 我想我们下一节回来 就继续讲一下 就是今次就讲了 涂先生如何受到老师的啟發 下一节我们可能回来 就可以讲一下涂先生自己的自学工作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 《哲学有计计》 刚刚头几节就跟大家说了 涂先生如何看自学 去学自学的历程 甚至如何受到老师的啟發 这节最后一节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 涂先生自己的自学工作 他对于什么自学问题比较关心 又有什么看法呢 不过好像在做访问 访问涂先生如何读涂学 但我的想法我们其实是在讨论 涂学这个活动 本身的一种多样性 其实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可以说 涂学是什么呢 其实可以做十几集的 因为每次讲法都有些不同 对我个人来说 因为我后来的机缘主要是教通式 下放了教通式 于是来说我反而教了少了一些专门的 什么道家哲学那些 那些课的最大的困难就是 学生全部都不是说 你又要比较讲得潜白 但潜白之余有个深度 因为智学永远都有这个要求 不然就不像智慧 我觉得我自己环绕了两组问题 一组是现实生活里面的幸福问题 很多同学最多问是问意义问题 我学习了很多不同的理论 去回应这个 第二个就是我自己本身 一直吹动我去思考之后 就是死亡问题 生命里面的 我不叫无常感 生命本身的一种 结束或者生命如何 善始善终呢 用这个方式 这个可能我主要近这二三十年 都是环绕这个问题的思考 但是例如这两个问题 因为其实跟我们人生有关系 也是刚刚提过的 所谓人类自古以来的终极问题 其实这一些 我相信每一个年代 可能之后未必 但起码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其实都会关心这些问题 人生为什么要存在呢 如果所谓之后走了 会去哪里 或者我们怎样面对这一件事 但是我想问一下 陶先生 例如你读了这么久 你自己怎样看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 例如有些学生走来问你 我也知道有很多真的走来问你 例如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给到什么的答复呢 其实我不是答复了 我叫他上课了 因为那个问题 你不是拿一个A 你怎样答 哇 看陶先生我给错误 因为是十不相瞞 隐藏了几截 其实我以前也带过陶先生的 我们有关关系的 你还自要来这里 人生哲学 不知道 就不敢在老师面前扳门龙虎 我想那个问题不是几句说话可以回应 我想特别困难的地方是有些抑鬱症的学生 有些都挺普遍的 他经常问生活里面很困难 甚至想兴生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不是几句说话 甚至我自己有个结论就是 如果你有抑鬱症 或者很多思路上很困扰的时候 不是很应该读字学 可能是找心理辅导 或者一些比较 一些叫group therapy 那种 就是你有抑鬱症的人 找到几个朋友一起谈心事 可能还有 不是读一套理论 但是如果作为教学来说 例如意义问题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去谈论 一个问题并不是想象之中 那么确定是什么 我们可以层意很高地用Mittofranco的方式 就是Man Search for Meaning 就是说人生就是追求意义 又有他的感人 因为他有集中营经过 你可以用一些沙特 用一些我们叫存在主意识的方面 说西伐齐神话很动听的 因为各个人在做事的人 就很明白什么叫西伐齐神话 就是推个石头上山 然后回来 我们一说就是你翌日要上班 接着又要搭班巴士上班 就是西伐齐的悲剧 很呼应的 但是这样说始终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想法 我发觉有几个教学的策略 就是说首先你问什么叫意义的时候 我们界定了什么叫价值之外 更重要来说就是 首先问一下不同的学科 对这些意义有哪种破解 例如有些叫效益主义 人生什么都是为了公理 为了利益的 然后它背后又推出一套理论出来 就是关于生命演化论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 Richard Dawkins的《自私基因》的本书 它里面的论点里面 是很满足一般人的思维 你为什么遵守爱情呢 是因为你有一个策略要延续下一代 所以你女性那方面要矜持一点 男性要主动一点 甚至给了那个叫什么 纳米不是纳薯平衡 纳薯平衡 就是说你要进取的方面多少部分 保守的多少部分 那说完之后呢 就好像能够呼应他们一般人的思维 原来这些东西没有价值的 这些东西只不过生物演化 基因的东西 再进一步 这里开始 有时讲孟治 有时讲西方的派途 什么都可以 原来还有一种对生命的诠释的 而到最后生命是什么呢 我用阿里斯多德的方式总结就是 意义容易明白一点的 只要有满足感就产生意义的 打机就产生意义的 拍拖 但是问题就是 有一样东西呢 是我们会深刻思考就是 人生的目的 阿里斯多德竟然分开意义和目的 意义是短暂的某一个 条件的相信 就是例如你很颈渴喝水 那就满足感 就产生意义 但是目的呢 就是稍微不确定了 就是这个要靠你自己再重新思考就是 你存在的目的 要觉得不枉此生啊 怎样才会活得有意义呢 每一个人自己思考的问题 于是呢 意义的问题讲完之后 就没有解答了 自圆其说 就是我们相当安全的地方里面 就有个问题都推给你 挺像我平时上完哲学堂的感受 讲完一大论 那是怎样呢 但是我想这个过程不是一无所得 因为我们问人生的意义问题 陶生就说 其实还有一个哲学的方法 带你 你什么叫意义呢 刚刚你说要区分开来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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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跟那些有什么分别呢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我们坊间 其实都已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去回应我们 甚至有时是很符合我们一般人的想法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 那些想法是怎样的呢 然后到底合不合理呢 刚刚你就说Richard Dawkins 然后再进一步就是 还有其他我们其实西方都给了一些想法 会不会那些又提供到一些思考给我们呢 一层一层地拆开 而我觉得有趣的就是 人生意义不是我给你 不是我直接给你一个意义 你去做 那就是没什么好探讨 我直接叫你做你不用上课 你第二课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候 特别是我们进去哲学 然后我们找 有时候我们真的想找人生意义 但是当我们问人生意义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如果真的一个哲学的探讨 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需要思考 给一些理由 一些理性的推论 然后我们才可以解答到 始终这个都是一门学问 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 走通一次整个历程 所以会不会在这个意思之下 就是刚才涂商说的 人生读一次哲学 总是没有吃虧的 因为会想想这些 我觉得由这个可以引入一个 就是下一个或者最后一个话题就是 就是我们知道 你们这些这样的哲普组织 就是未不足道 但是你们现在做到 如果都叫做一些成绩呢 是因为前人铺落的 当然 哪些是前人的 就是涂生 你说是涂毒青年 对啊 相当好 是吗 你这些人是否受得起 涂生就是 我想都叫做 香港最早的那一批 搞哲学普及的活动 是因为生活所逼 因为以前是要教下课 所以真的是为了生活所逼 结果有些和我留下 就慢慢整齐组织的会 都挺有趣的 因为跟一些正在工作的人 三四十岁二三十岁的人 聊天 跟大学生很不同 他们丰富一点 耐心一点 并且思维又比较混乱一点 更加多挑战性 这些真是涂生才这么说 我真的不敢说 所以很厉害的就是 攀关系时间 李阿全就是涂生的学生 我就很有趣 可能我辞入学 其实又很早毕业 你可以说 我毕业的时候 涂生后来 先来中大正式教 到我毕业 即是到阿全来 给他教 那时候涂生所以没有教过我 那时候 但是我和涂生 涂生的瑞哲文化学会 那时候 他搞一些课程 就是最早期的 哲学普及的课程 我就有幸 他们也不嫌弃 就找我教 那时候我们的涂生 有个人叫四哥 其实是我学生 在那个课里面 其实他读着瑞哲的课 现在就学有所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也很好 他也觉得很好 那时候搞你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除了银食之后 我们也是得到你照顾 才可以银食 但是我都 会不会有其他事情 都想做一下 或是什么 不是 有时候是打法 一些寂寞 我们不需要讲层液那么高 另一方面 就是结识其他人 所以我的奇怪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叫我做师公 为什么呢 反而来说 他是听了哪个的老师 但最后一个问题里面 我们留下很重要的 是死亡 我觉得哲学里面 环绕很多过程 我慢慢改变了很多 早期对死亡 以前我想超越它解脱 佛学那些 但是我慢慢觉得 这个是一个 差不多一个判准来的 我们读学的时候 无论怎么说漂泊 怎么说智慧 那些东西 你久不久呢 只要回回头 包括现在疫情的时候 更加明显就是 生命里面是真的会消失的 这些消失呢 除了他人之死 你想想其他人死了多少次之外 当然重要的里面 我们要设想 我们临终的时候 会大概怎么样 因为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 既不是宗教的方式去思考死亡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过不了关的地方 我们又不是完全是科学的方式 讲什么宇宙大爆炸 星辰那种方式 讲死亡啊 或者是生命存在 那剩下来我们第三条路 这个第三条路呢 还是一个崎嶷甚至是未确定的路 所以这个问题里面 每次到这个阶段 我想起死亡的时候 它是一个历久常身的一个鞭策来的 就是好像你们徒独青年 就是苏家底里面 它里面有一只牛芒 那些乌蝇等等 都是牛芒里面 鞭策住你不可以停下 因此我想这样总结 就是我始终不是一个自由家 这个是很老实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思考自学的时候 仍然有某种的触动 这个就是我的过程 嗯 因为我想整个 就是刚刚所谓的鞭策 就是可能死亡 不断提醒你的时间 终会有个终结 而可能我们就要想一下 怎样面对它 特别是死亡这些问题 不能够改变 怎样都要死 那你只能够讲些面对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激发了我们 就是可能怎样关心我们的人生 怎样多些关心我们自己周遭的事情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啟发 而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读哲学的人 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 而陶先生可能是代表到其中一种 就是对生命特别多感受 那今集就很好 陶先生分享了很多 那希望陶先生对生命的感受 其实可以啟发到大家 令到大家对哲学多一些兴趣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